《 干預》 有些人要求 最近後任行政長官說了 在立法會拉票工作應該由政府官員 是他的職責 所以政府官員應該做 不應該由中聯辦幫我們拉票 這很正老 為什麼中聯辦會幫我們拉票 誰要求他幫我們拉票 我看報紙就是 上一屆政府已經開始了 免得 等你們跟他們的建制派熟 你幫我去拉吧 我免得做 這些人懶 或者有其他因素 但是不應該 自己的工作自己做 其實你不想人干預 你就做好自己的事 如果他說要來幫你手 你遠距 那就沒有什麼干預 我想其實回歸的初初幾年 初初五年 其實中央是完全沒有理會到香港 香港回歸了 改了國旗 改了區旗 以後你們自己做 凡你不關我事的事 我當然不會去說 接下來 發生了沙士之後 一個大遊行 那個大遊行 導火線就是23條 但其實其中夾集了很多很多的訴求 亦都是反映到 其實特區政府 不是很能夠掌握到一些人的脈搏 發生了那件事之後 中央那邊 中央那邊 我自己從各方面 我都不是中央那邊 就覺得 香港情況是不可以不理的 你是要看著的 其實這個一國兩制白皮書 香港像我一樣 根本不知道它寫著這本書 所以亦都無從給意見 因此你看到它整本小冊子裏面的用詞等等 都非常大陸化 這個大陸化的文字 拿到來香港 當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很多地方 我們接受不到 但其實在內地這種延遲是很正常的 因此 這個一國兩制的白皮書 引致香港 就覺得 你收緊我們香港的政策 即是中央說 我們要準確地落實《基本法》 理由就是 過去十幾年 其實我們有很多朋友 就在這裏曲大《基本法》 因為政府推廣《基本法》的工作 也都不是做得很全面 所以變了有個空間 給他們這些人士 將《基本法》的解法 和當初的立法原意 是有出入的 香港一些善於批評的人士 就是說 你這樣就準備 對香港就硬了 準備要干預我們的自治範圍 但這個也未必是 你要看他做什麼 你未能 不能 他說準確落實《基本法》有什麼問題 如果當時是過到 當時是真是二毒跟三毒 我們會面對的情況就是 立法會外面會有幾萬人聚集 可能養成爭拗等等這個情況 但如果當時是過了 我們就不會那二十三條 經常在這裏煩著我們 少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但當時因為自由黨決定不支持 所以根本沒有機會過得到 因此董先生的政府撤會做 變了這麼多年來 整天說二十三條 其實二十三條裏面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不記得了 所以將來的二十三條 是否用這條法例的方式來過 或是分散 在不同法例裡面加入這些元素 我覺得其實是完全可以考慮的 如果港獨再進一步發展 而香港的法例又處理不到 那很可能真的有眼淚 所以我另外一個人的二十三條 我這個人的二十三條 就是我這個人的二十三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